Wow 看看這是什麼 沒錯 美味的冰淇淋三明治 你流口水了嗎 I'm drooling 今天 跟著DJ看世界 你知道嗎 讓我們一起了解一下 製作冰淇淋三明治的過程吧 首先 請花三秒鐘時間 點擊訂閱我的頻道 並按響鈴聲 這樣 你就不會再錯過更新視頻了 謝謝大家的支持 You ready? Let's go 要製作各式各樣的冰淇淋點心 首先 必須製作冰淇淋 一切 都始於新鮮的奶油 所用的工廠冷藏香 據說僅比冰點高出幾度 該冷藏香 像高速混合器供料 高速混合器 將奶油和其他成分混合 主要用的乾原料 燕麥粉 波汁奶粉 植物肌 穩定劑和乳化劑可防止冰淇淋結晶 在較大過程中 乳化劑可以與空氣混合並連結 其他成分還有糖和玉米糖漿 混合約三分鐘後 放鬆系統將混合物移入巴氏滅菌冠 並加熱到162度 這個過程持續半小時 以殺死所有細菌 並激活穩定劑 然後 工廠將混合物均質化 這一過程使冰淇淋具有光滑的質感 之後呢 將混合物冷卻並濃縮 添加香草調味料 然後將混合物冷卻約15秒 攪打會將混合物與空氣混合 讓冰淇淋從液體變成沒有空氣的軟固體 如果不攪打 成品看起來像冷凍牛奶 而不是冰淇淋 冰淇淋三命制的微化餅乾 由巧克力蛋糕原料製成 冠裝機將原料輸送到注入管 兩個微化餅在一起時 留下中間的空間 可讓機器注入一塊已經切好的香草冰淇淋 然後將冰淇淋放入一個長方形平板中 該長方形的空間恰好適合微化餅之間 這個自動化的程序以每分鐘 140個冰淇淋三命制的速度生產 下面一步則是包裝 到這裡冰淇淋還是冰冷的 包裝系統將每個三命制放入包裝池中 然後折疊並包緊末端 下一台機器對三命制進行計數 然後將其推入盒子 密封後 盒子直接進入到零下22度的冷藏庫保存 在另一條生產線上 冰淇淋彈桶的生產正在進行中 送料器將糖錐放在傳送袋上的固定器中 噴霧器在內部塗上一層巧克力 可以增加味道並形成屏障 因此在你食用之前 甜筒仍然保持酥脆 下一個生產線噴嘴將冰淇淋灌入 香草和巧克力味道 這款冰淇淋還有一個驚喜 在內部注入了液體焦糖 接下來 巧克力醬再次噴在了冰淇淋上面封頂 然後灑上了一些巧克力味的澎化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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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呢圓椎體在蓋子分配器下移動 該分配器將塗有辣的脂 燉時加肉 然後壓到每顆蓋子上 蛋捲冰淇淋 就這樣被機器放入鍋中 然後直接放入冰箱 等待送貨分配 最後呢 就等著你和我 一起打開來 享受這個美味啦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視頻 千萬不要忘記關注訂閱喔 我的夜面還有好多雙魚Vlog系列的精彩視頻 不要錯過喔 跟著DJ看世界 你知道嗎 我們下一期再見 See ya 我們下期再見